這場賽事是72公斤及I1世界泰拳大滿款的賽事 由 encontra wz max ute x2 有45ES 32勝 14勝 ier kous Israelorth 2016-2009 ISNAеленastre 2010 Israel Akis, Eliatlán 第一回合開始 紅色拳道是來自德國的文迪斯 藍色拳道是來自以色列的格拉特 其實在這一場比賽 已經有少少劣勢在這裏 因為其實他是有傷的 他不是有傷的 之前他左邊那個彈魔 是傷過 但始終有些舊環在這裏 看看會否影響他們的比賽 這場是第一場的淘汰賽 換言斯這場贏了 就會入決賽打這個總決賽 針對I1世界冠王 值得大家留意 這場是一個挺重磅數的賽事 雙方他們的價差應該會比較重 話口未完 原來格拉特一個前擊 就令到文迪斯掉落地了 少少 他中了那個後直爭 剛剛不剛剛打中了文迪斯的舊環 看看會否影響這場賽事 其實不多不少都一定會有些影響 第一 自己可能撐了那條路的攻勢 第二 可能中了的時候 本來不是那麼重的拳 但對他的威脅都會比較大 見到第一個回合 大家都有他心目中的節奏 搶攻一輪 投一輪 搶攻一輪 投一輪 務求是用最少力氣去打二場賽事 格拉特一直在排隊中 很粗面 你見他的打法 又很難吃 堅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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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經常性的 用比較直爭 還有見到格拉特的出後腳 其實速度很快 其實如果請大家的拳手資料 其實兩個比賽的場數都差不多 值得留意 格拉特比賽45場 但文迪斯已經贏過43場 也拿過很多不同的榮譽 例如是WKA的世界拳樓 深仙根椅剛剛出agon 看看他的基本功和技術上 會否比格拉特好 但正如李sr所講 格拉特在泰國操練 見到其實他穩打穩捷 以及他的中功方法 也相似泰國的模式 尤其他的腳也是十分好 還有見到格拉特很會利用 進入你的身材上的優勢 第一回合完 第二回合開始了 看看這個回合大家在攻勢上 會不會再增加一點 但剛剛開始來看 大家都是很小心很小心 始終都是那一句 大家都是重磅數的賽事 中一下其實都是有很大的威脅 很有機會無情力被對方KO 李Sir看到兩個拳手 在賣牙的時候 似乎沒有剛才賽事的拳手 那麼揮沙子 在藍的時候 當然的 重磅那些是主力量型 其實那邊是沒有那麼大的挑創 比重呢 是力的方面 多一點的 好 看到文迪斯一個低數 屬於格拉特 大家一刻立刻站起來 繼續採取他的攻勢 好 看到格拉特 下跌的時候 不小心撞到文迪斯 一下他的小福 不知道會不會對他的氣力有點影響 但暫時看來應該影響不大 文迪斯採取進攻 拉近他的距離 來打格拉特 但一到埋伸的時候 似乎攻勢不足 對格拉特 不能造成明顯的威脅 你看到格拉特的腳好像很飄 都是說他啦 人高呢 腳自然會飄一些 重心會高一些 所以馬步是沒有穩的 但是呢 格拉特呢 會利用他的身高休息 打一個長距離的左右拳 如果埋伸呢 會做個爭 會做個失狀 欸 文迪斯要做了一爭 所以傷到個舊患了 真的 好 拳證文迪能夠繼續比賽 數中 拳證示意 文迪斯不能夠繼續比賽 比賽結束 比賽結束 在第二回合 一分三十八秒 南方與激狗取勝 是的 一起合照 陳正 為了師傅 貝先生 葉文龍師傅 李奇小姐 為了其手 是的 合照